大家好,我是 Ron Ewan 那我就來分享這次我GNV Granted 我的提案Middle.com的其中報告 Middle.com我是寫的 我的目標是讓它成為一個屬於GNV 屬於CVTEC的一個PAS平台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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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因為他剛剛那個,他現在好像會附螢幕 把那個白色的然後 然後這個,這個棒會不會有 我等一下,看他會有小時候 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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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可能下面就看不到 好,那我是容宜旺 那我從第一次2012年12月1號第一次就有參加了 那我到目前為止我只缺席過一次 那缺席過那次還有新聞為證 就是我去澎湖差6公里的長遠去台下 那所以這幾年來我做很多專案 例如做求職小幫手 訓練小幫手 看望政治現金 台灣公司知道 一堆專案 那其實參加了這麼多年的GNNB也讓我有感受 其實GNNB有很多佛心的功能在座都是 那常常看到很多工程師是 當天為了要做出一個提案要展示 那現場可能早上就刷信用卡 刷個Linno 刷個NWS 然後就讓大家可以看到這網站可以試用 然後 但是其實客家一般平台都有抵銷在 然後其實抵銷 感覺雖然很便宜 但是你如果算一年下去的話 其實價錢會蠻貴的 那用這種方法其實有幾個缺點 第一個是我覺得工程師除了要出幣之外 還要出錢 然後再加上有的GNB服務其實 剛做出來的時候 因為Broad Type 所以其實沒有多少人在用 那可能 有的時候他真的要被發酵 發光發熱可能也是一年後 或是突然某個新聞事件 大家覺得很需要 然後才會被人家大幅使用 但是問題就是說 如果要到這個大幅使用的階段 其實中間可能那個工程師 已經要刷卡刷了一年 每個月要付這個基本的網路費的錢 那 有的就是 你駐一台機器其實只是拿來跑一個服務 其實感覺好像也是一種資源的浪費 然後 雖然也有些開發者自己本身 也有租一些雲端主機 然後自己公用上有在用 所以順便就拿來放些GNB的障礙 但是 通常這樣的開發者 他就比較難跟人家口味 因為他等於 今天人家GNB有些跳BAN者 他要把自己私有的主機的帳號密碼 要開給這個跳BAN者 其實也是一個比較麻煩的問題 所以其實這個做法有蠻多的缺點 所以我才會想要提個MEDO2這個計畫 就是我想要做個PAS 我想要來解決這個問題 那 PAS的話 如果用過HeroPro就會知道說 他其實會比較多好處 例如說 他可以透過Geek來做一個部署 所以 他要Corework是比較方便的 然後大家只要專注在開發 也不用去管說 主機的維運 因為主機的維運會用 PAS平台這個來處理 然後也可以做到說 其實沒有人瀏覽的時候 他就會佔比較少資源 甚至他可以收到GN去 然後有人瀏覽才能拿出來用 所以他就可以用比較少的機器資源 來服務比較多的服務 所以我這次申請GN Grater 我就希望 因為我 我MEDO2這個平台 也是差不多2012年 那時候我做的 那時候我要解決我自己的問題 就是我覺得我自己 想做的專案很多 但是 我希望有一個介面 能夠幫我管理我的專案 所以我做了這個 那我這一次 申請GN Grater 也是希望說 今天我希望MEDO2 不是只屬於我個人用的 是屬於整個GNV 或屬於整個Open Data Open Source社群 都可以來使用的 所以也希望說 大家之後 可以把一些GNV的專案 也都可以搬到MEDO2來 然後他 主機也可以集中 然後也可以 就是有機會被集中募款 像我本來申請 這次申請30萬的GNV Grater 我的目標只是想說 我現在雲端主機 一個月的費用 差不多5000塊錢 那我30萬就是 讓我再多申請幾個月這樣子 但是 因為這次有申請到Grant 所以 我有申請到Microsoft Azure的贊助 所以 在這一年之內 Microsoft500塊完全贊助我雲端的費用 所以 變成說我現在30萬 反而還用不到 就可能一年後 如果微軟面要繼續贊助 我再繼續燒這個錢 換錢 換來 變成在對方 挑戰一遍 生態系 沒有 就之後可能還會需要 好 如果一年後 真的我覺得用到 我就會把錢吐回來 他很巧 沒有真的可以 他很巧 他很巧 所以 這邊就針對其中報告 但目前 那個MEDO2目前有支援的功能是 程序語言上已經有支援 Ruby Python NoteJS 最近 為何把黑黑的弄進來 所以scala 跟java也可以用 那所以 除了 這邊講的幾種語言以外 只要在debian apt有的套件 也都可以被裝進來使用 然後目前 製造部也支援 買seql 或sql 或sql 有些東西可以在那邊跑的 然後目前也有全線機制 所以 你可以申請一些專案 哪些人可以一起來改 所以也可以方便讓 更多人來跳坑 來管理同個專案 然後 剛才講的 半道Adrile 其實Adrile沒有贊助全部 他是贊助我五個 五個 一個月五個四千集 所以如果又超過 我還是要再吐錢 然後目前也已經架設好一個 就是試用平台 試用平台的網址是 try.meatohu.com 所以也歡迎大家可以去上面 註冊 然後我們試用一下 那目前 試用平台是放到 google google computer ng gcd 然後那個 這個試用平台是 我們用比較少的資源 就是它有可能會掛掉 但是就讓大家可以試一下 就是功能 那如果覺得功能上 OK沒有問題 然後想要把眼磚搬過來的話 也可以聯絡我 那我會再開正式平台的帳號給你 那功能是一模一樣 正式平台這邊 就會去做好機器的穩定度 然後 就是可以 好好使用它的 然後最近也還加有一個 fork to middle 2 的功能 就是 可以在github上面 直接加一個按鈕 fork to middle 2 然後 只要按下去 就可以到 middle 2 把這個github的reputure 變成一個專案 重新開起來 所以如果有一些 比較一次性功能性的一些 整個網站 想要一直開一直開 就可以通過這個功能使用 然後還有就是 因為 haypad.com 目前已經要終止服務了 那我就是把 haypad.com 在 middle 2 上面 也跑了一份 然後目前董妹也註冊 是haypad.tw 所以 歡迎大家 如果要討蛋 就可以來討來這裡 那這邊 haypad.tw 我覺得讓它跟 Nio2共生死 那目前至少有一年的 一年的微軟的贊助 然後一年後 假設沒有欣賞助 還有三十萬可以燒 所以其實 haypad.com 應該還可以活很久 所以歡迎大家盤過來 那目前 其實辦案服務還不多 所以是有 公務人員 出國考察網 有G&B首頁 有部落文庫卡 這邊寫的 以及金錢報 那歡迎大家可以把 自己一些專案 搬過來 或者是說有一些專案 可能很久以前做的 目前已經沒有任何 展示任何地方跑了 那或許可以把它再放上來 讓它有更多人可以看到 說另外 就可以 多一些人 繼續跳著Claim 然後把這專案繼續延續下去 所以歡迎大家把專案 擺過來 而且這也是我這次 Grant的KPI 就是要有十個以上 我以外的專案 那我 接下來 那個Nio2的目標就是 因為我覺得只有 微軟這些來源 就是不一定 就一年後不知道 會發什麼事 所以也希望說 慢慢的 讓其他雲端廠商也願意來做出這樣的贊助 所以目前其實Nio2已經有在AWS 有在Linno 有在GCE 有在AGR都跑過 甚至連Hack Cloud都跑過 所以其實這次可以在各種環境都可以 所以有歡迎 我不知道被我們贊助商會看到 但是有歡迎贊助這樣 然後 然後 Nio2現在的整個程式買都是公開的 所以如果今天其他社群 想要有一個類似的機制的話 其實也都歡迎Folk出去 然後 就是可以做一個自己的Nio2 然後也希望說 之後下一個目標會是 就是 如果你今天看這個專案 你想要改它 你就可以把它Folk出來 然後 可以把它稍微做一些修改 然後就變成一個新的專案出來 就可以讓接下來一些 Opensure專案 能夠更加多元性 所以以上是接下來的目標 那 剛剛 這幾個我在Mio2的手頁上 加了一個說明 就是 有些操作成功說明 但是還缺很多東西 所以如果大家 大家可以看著 然後試著做做看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也都歡迎跟我講 那 謝謝大家